今天凌晨三时许,大宇山新澳道口湾海面有八人在一艘山板进行拍摄 期间山板突然侧翻,八人全部坠海 七人迅速自行游回岸上,另一51岁男子失踪 后经消防队员救起,送往北大宇山医院,正式死亡 现场消息称,坠海八人是一间设置公司人员,正拍摄陈家班电影 陈家班是以陈龙为核心的一个电影拍摄动作团队 有消息称,当时是在拍摄陈龙新片《绝地逃亡》 不幸遇难的死者为资深摄影师,人称高老 曾拍摄《新少林寺》、《扫毒》等电影 还透露意外发生后,在岸上的陈龙马上跳海救人 可惜为时已晚 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